欢迎收看一题不好看 今天我们要来聊的就是大学 没有错 小时候我总是觉得大学生非常了不起 后来在早上8点的课堂上 我发现大学生顶多就是起不了 其实近几年来 大马的大学还算不错 因为常常会有很多的好消息 像是QS世界大学的排行里面 大马就有22个学校 成功几升加入了排名 马大涌夺了历史第二高的排名 来到第65名实在了不起 UPM 143名 UKM 144名 USM 147名 私立大学方面则有Taylor的332名 以及UCSI成功加入350强等等的新突破 是的 那些自己的大学还没有被念到名字的 观众朋友们 不用再等了 太后面的是不会被念到的好吗 其实老实说这些排名都算是OK的 中规中矩 大马的大学不断的向上攀升 但这真的是现实情况吗 就像是在2022年毕业生就业竞争力排行榜里面 马来西亚所有的大学都输给我们邻国新加坡 或者是香港等等大学 像是香港大学排在第10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17名 那么大马最厉害的马大排在多少呢 差人家一倍吗 40多名吗 还是70多名 还是80多名 错 是131名 其他马来西亚的大学则是排在191名以后 哇差距很大 大家忍一下 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大马的排名 大学排名一直向上升还不错 但是我们的毕业生竞争力却那么低呢 具体来说像是马大排名在第65名很不错 但是在现实当中却差一倍竞争力只有130名 为什么呢 难道是因为我们马大生穿着打扮太丑 每天都是穿一个club衣 然后背一个双肩包 还有穿拖鞋出门 所以我们的面试官觉得我们的竞争力很低 我们全部给刷掉吗 这个倒是有可能 这些小答案原因就在于大马大学非常善于去美化我们的大学排名 大学排名有很多不同的机构会做不同的ranking 而像是QS和THE 就是我们大马大学最喜欢提到的两个排名 那你在这些排名里面排得越高 学校就越有名声跟面子 哎呦走出去那个风都不一样啊 简单来讲就跟00后王者荣耀的段位是一样的道理了 那么不同的排名机制都有自己不同的指标 像是QS的排名 他的学术同行评比就占了40% 雇主评比10% 师生比10% 师君论文被引用的次数20% 国际层比例5% 国际教师比例5% THE排名的指标则是如下 但值得注意的是论文引用非常多占了30% 简而言之呢 要提高排名你就要满足这些指标咯 如果你在其他领域做到再好 但是这些指标你没有去打标的话 那么你的排名还是不会进步的 OK 所以这段话呢 我们就吸吸给拉曼大学的学生们 不要再逢人就说你们校区很美 考试很难了 OK Nobody cares 而大马政府呢 则是依据大学的排名来急于拨款嘛 这就导致大马大学去疯狂追求排名 专门target这些排名上的指标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导师君论文被引用的次数 他在QS里面占比20% 在TSC里面占比30% 什么叫做引用呢 citation呢 哈 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看一下你每次看的那些网络鸡汤 他们都不会直接讲说 我自己自创出来的 他们硬硬要讲一句 这是鲁迅说的 这个就是citation 但是这是假的citation 而大马大学偏偏就跟这个一样 像是马大大学学术人员协会PKAUM 就曾经发表一篇声明谴责马大校方 竟然使用相互引用citation stacking的手段 来提升自身的排名 根据文告呢 当时候的工程系院长 居然发出了一封信 给他的研究人员讲说 你们要学会相互引用 里面就说工程系里面的研究人员 在发表学术期刊的时候 需要引用三位同事的这些研究成果 就是为了引用而引用 你明白我意思吗 以前你的论文会被引用很多次 就代表你的研究很屌 大家都要引用你 但是现在你被引用 则是因为你的同事很多 简单来讲就是现代版的三个臭皮匠 战胜一个诸葛亮派对卡 那么还有一些大学呢 为了增加自己的国际生比例 也会降低自己的门槛 例如马大学生组织 马大星期年就曾经提醒马大为了国际生比例的分数 增加了很多国际生的录取率 表面上呢 是为了达至一个交流的目的 但是实际上呢 当年我在马大的时候 要聊那个韩国小姐姐 人家根本不理我 交流什么交流 哈 那么在这些指标里面呢 论文的数量也非常重要 你的学校发表越多论文越厉害 所以导致呢 大马大学的论文出字烂造的现象时常发生 国外的研究就发现在全世界发表的324份 列子论文当中啊 大马排名在第5名 啊这些论文呢 他缺乏研究的质量 啊内容可疑 并且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核就去发表出来 举一个例子在2016年呢 For Better Science就刊登了一篇研究公正文当中指出 三份初次马大的论文出现了图片复制的情况 啊结果后两篇论文呢 就直接遭到了期刊 Cientific Reports的除名 Pure Jack期刊 则是表达了自己担忧 并对其展开调查 可能这样子看呢 大家看不到啊 我们zoom大一点来看 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这三张图片啊 尤其是这两张 前面这两张 完全一模一样 超空格的不是这样懒惰的吗 对不对啊 然后第三张呢 这个倒是还好 你看他把下面两排调转了 然后红色跟青色的图片严重大了 然后位置也调转不错 超大很用心 这个我承认 可见这个学术人员有在用心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院 HEPI就曾经批评过 许多大学排名机构 其中包括THE跟QS 就是这两个排名 大马最喜欢用的这两个排名 并没有针对大学提供的资料和数据 进行严格的审核 导致的就是论文出资烂造的结果 所以有的时候 马大一直去宣传自己QS 很厉害的59名 很像很给这样 但是你知道吗 在同一年 就是马大排在第59名 历史上最高的同一年 我们的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 的这个排名上面 马大只获得了第301名 差距真的非常大 而这个所谓的Academic Ranking 则是更加针对学术研究来做的排行 例如讲说 你的教授有没有获得一些奖项 你对学术圈有没有贡献 以及最重要的你的论文 有没有被其他受承认的 Listed University所引用 意思就是你自己学校 引用自己的论文不算 他要看其他同行有没有用 当然我不是讲说 我们就应该更加看重 这个Academic Ranking 毕竟他也只是看学术 所以他可能在其他方面 也是会忽略的 但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想要表达的是 一个真正有料的大学 他应该是像是哈佛 MIT NUS一样 不管你拿什么Ranking出来 什么排名出来 他都会是名列前茅的 前十一定会有的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个考试高手 只会回答特定的题目的话 那么一旦换了考卷 那你有没有料 就会一目了然 你可能就会换个小小的题目 换一个考卷 你就会变得一塌糊涂 在不同的排名上 就会有极大的波动跟不稳定 一下59还不错 一下跌出300名以外 这就是大马大学的现状 大马大学的数值 可能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美好 可能还要更加糟糕 我们再往下说 那我们能够追求在每一个 Ranking上面都独占凹头 那不就好了吗 但其实追求排名的这个动作 本身也是会有很多副作用的 例如讲说 第一个像是我们的科系适合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注重研究成果的话 那么一定是理科的研究成果更多的 我们的文献计量 Bibliometric或是citation 引用数量都会是理科比较多 因为科学是universal的 不管你是什么国家什么地区 科学就是科学嘛 对不对 physics就是physics嘛 但是人文学科却不是这样子 人文学科它有语言和文化的背景限制 所以它的citation这些文献数量都会比较低 就像华语 不管是怎么样的华语 它都很有可能只有大中华区会去研究 你要一个研究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去研究华语 这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更不用说像是历史文科 它就直接只有当地的人会去进行研究而已 所以学术圈里面人文学科的这些发表 在顶尖国际期刊里面的比重 是远远低于理科的 所以当政府减少拨款的时候 很多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的人文学院 例如马大就曾经爆发过中文系降格的危机 也就是说政府开掉budget 所以马大决定要把原本的中文系 变成马大中文组 从系变成组 师资资源 学生规模都会减少 所以一旦没有人文学科的涵养 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就会沦落到一个 需要YouTuber来告诉你 人文科系有多重要的社会 你看可不可悲 第二大学其实说穿了是学校 所以不管你的学术发展再牛逼 你的教学不好也是很惨的 但是你会发现到这些大学排名 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衡量你的教学资料 因为他没有办法派人过去看 对不对 所以到最后他会衡量的很多都是我们的期刊 或者是学术发表的成果 那么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数据分析负责人就表示 这样子的排名体系 就会对所谓的教学型大学有失公平 教育的素质反而变成了其次 以詐马为例 像是2017年THC的大学排名当中 北方大学和马拉公一大学就同样排在137名 但是你知道吗 在教学方面其实UITM在满分100分里面 只拿到了17.3分 而北方大学则是获得了24.4分 但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同样排名呢 因为在论文引用指数上面 北方大学只有2分 但是马拉公一大学则是有11.5分 意思就是单看排名 并以为两边是一样好 殊不知你进去的话 一边的教学质量其实是更好的 另一边他只是科学论文的引用数多而已 所以如果你进到这个马拉公一大学的话 你很有可能就会遇到那些 动不动就随时变成Cancer Class的老师 或者是上课对着PPT在那边念念念念的老师 当然如果你是华人的话 这点你就不用担心啊 因为你进不去了 当然如果我们忽略了教学质量 换来更好的学术研究发展 也是不错 但是事实上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学术研究上面并没有特别好 因为学术研究真正要关注的问题 应该是我们如何填补目前世界上 知识体系的空白 因此我们需要对知识有真诚的渴望 对课题必须要有很深刻的认知去研究 但是认证的 如果你只是为了发表而发表 为了排名而去做各种各样的指标 和这样子的论文的话 那么你是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学术研究 没有办法去发展学术界 俗话说的好 知识改变命运 但是在大马 我们却是排名改变知识 所以在近几年来 其实国际间已经开始去反思所谓的大学排行榜 对高等大学发展的影响 像是HEPI的机构就发布了这篇文章 去调查批评各国为了迎合排名而做的相关背弃教育的做法 他们认为这是把描助长无助于提高科研的素质 以及教学的水平 所以听到这里 各位中学生朋友们 你知道应该怎么选大学的吗 没有错 不只应该要看排名 你还要去明白它背后的教学质量 还有的人文学科 甚至去做背景调查 看看他们的学术 有没有造假等等 学术环境怎么样多去问里面的c 或者是老师等等 所以在这里 什么大学才是最好的大学在大马 老师这样我不知道 但如果这边有私立大学要什么设置影片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推荐大家去那边读了 对不对 但很可惜没有 所以应该怎么办呢 各位 以后大学生要选择大学要怎么办的 是的 本频道要推荐那个 唯一不会有学术造假 并且绝不会有教学质量问题 而且任何学科都有教的 没有错 那就是YouTube上的印度老师 他们是大学生的指路明灯 多少大学生遇到恶心的Lecture老师 就只能向他们请教 他们还是免费不收钱的 并且还是大学生们临时抱佛脚的 再生父母 正所谓一日为时终身为父 我必须跟他们说一声 什么呢 男人 男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